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心经》,全称叫班若波罗密多心经 是全球华人最熟悉的一部佛经之一 也是在中国流传最广的一部佛经 像大家都听说过的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就是《心经》里面的一句话 古今中外,不少人喜欢读或抄写《心经》 康熙皇帝就有抄写《心经》的习惯 2016年,一副康熙玉笔《心经》以1725万元的价格成交 我身边也有一些朋友 每天读或抄写《心经》 以此当成一种体验 一种调节,一种修行 短短260个字的《心经》为何影响力那么大 到底讲了什么呢? 我今天就结合我的一些学习和感悟 为大家分享一下 《心经》源自哪里,是谁写的? 在历史的记载中,版本有很多 但是在中国都跟一个人有关系 那就是唐玄奘 有一个较为普遍的说法 说是,玄奘在前往西域求法过程中 陆域以高僧所得 据说,玄奘法师在取经途中 经过八百里沙漠 上无飞鸟,下无走兽 中间无人 只有各种鬼怪 念任何经也不能降服 一念起《心经》 所有邪魔鬼怪都隐藏了 仗着《心经》的功德神力 它才得以成功到印度取经 当然,这只是传说 我们从无考证 但是我们现在常见的 汉传佛教中的《心经》版本 一般认为是玄奘所义 《心经》第一句 观自在菩萨 行身般若波罗密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这句话字面意思是 观自在菩萨 就是观世音菩萨 通过修行六度中的般若 照见了五蕴皆空 然后就化解了一切的 烦恼痛苦 这句话是告诉我们 如何彻底解决痛苦和烦恼的呢 答案是 修行六度 然后证悟五蕴皆空 什么是六度呢 六度是菩萨行 包括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般若 说的都是个人修行 接着一句 舍利子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行时亦复如是 色 在这里意思是物质的意思 而不是好色的色 舍利子是佛陀的大弟子之一 心经是对舍利子在说法 观资在菩萨告诉舍利子 所谓五蕴皆空 就是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 想 行 实 以此类推 讲的是色 受 想 行 实 这五种聚集而成的存在元素 都是空的 空并不是没有 而是超越了有和没有 准确地说 五蕴的运作并没有一个主体在主宰 只是因 元和和在起作用 因为是因元和和 观资在菩萨进一步告诉舍利子 舍利子是诸法空相 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增不减 是故空中无色 无受想行时 无眼耳鼻舌身意 无色生香味触法 无眼界乃至无意世界 无无明亦无无明尽 乃至无劳死 亦无劳死尽 无苦即灭到 无智亦无德 那么 在这一段 观资在菩萨 首先推导出一个判断 既然五蕴皆空 所以一切的存在都是空的 就是说 一切的存在 在本体上都超越了二元分别 超越了生和灭 构和净 增和减 在本体上并没有生和灭 也没有构和净 也没有增和减 只是因缘和和 并不是实相 而是一种幻象 可以说 并没有五蕴 也没有六根六尘 也没有十八戒 也没有十二因缘 也没有四圣地 连着十二个无 把一切都否定了 把佛陀讲过的一切概念 都否定了 很多人读到这里 往往会有很多新的疑问 其实 如果我们有一定的修行基础 就会明白 并不是否定佛陀的概念和修行 而是强调 假如 我们执着于佛陀的概念和修行 不过是从一个牢笼 跳进另一个牢笼 这十二个无 是在提醒我们 要从一切的人为设置中 解脱出来 把自己放在一个无限的虚空之中 这十二个无字 是跳出了人类的格局 正在无限的虚空之中 再回到人类的时空发现 有一种彻底解放的喜悦 二 正在宇宙看地球 一切都会一目了然 接下来 我们看四个无 以无所得故 菩提萨多 一般若波罗密多故 心无挂碍 无挂碍故 无忧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究竟涅槃 这个意思是说 当我们超越了人类的格局 回到本源 当我们不执着于任何的教条和意识 那么我们就可以做到心无挂碍 没有任何恐怖 也没有任何颠倒妄想 就可以达到彻底觉悟的境界 因为如同心经所讲的世界观一样 至高的人生智慧 要站在宇宙的高度去看 如果修炼到一定高度 有一种非常豁达的人生观 那么这一段的启示就很容易理解 说的是 众生的苦痛 困难 不外乎内外两种 内是属于自己身心的 外 则是外在环境因素引起的 生 老 病 死 爱别离 愿增悔 求不得 五蕴至生 前四种既属于身心的苦 后四种 则是外在引起的痛苦 产生痛苦的关键 就是执着 身心之苦 是由于把自己 看成实体而造成的 后四种的苦 是执着于有 有情生命 因为对有的认识不足 因而 总是在有所得的心态下生活 人生的一切 似乎都能令我们生起执着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很多人执着财富 执着地位 执着情感 执着信仰 执着生存的环境 执着拥有的更多 由于执着 我们对人生的一切 都产生了强烈的占有 恋恋不舍的心态 同时也给人生带来了 种种烦恼 如果我们看破了世间的是非 得失 荣辱 无牵无挂 破除了执着 自然也就不会再有苦恼 最后一段叫 三世诸佛 以班若波罗密多固 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固执班若波罗密多 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是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 能出一切苦 真实不虚 其实是一个总结 大概的意思是 历来的佛 都是修行六度中的班若 而达到无上正等正觉 所以 这种引导我们解脱的班若智慧 是大神咒 是无等等咒 最后 用班若波罗密多咒 结束新经 故说 班若波罗密多咒 即说咒语 接地接地 波罗接地 波罗僧接地 菩提萨婆河 有人把这句话翻译成 去吧 去吧 越过去吧 一起超越过去吧 伟大的觉悟啊 为一切喝彩 而另外 有人将这句咒语翻译成 领悟的心啊 启程吧 启程吧 走向彼岸 登上彼岸 多么快乐 一文有细微的不同 但那种呼唤人们启程的声音 是一致的 为什么一句呼唤人们启程吧 去远方的咒语 就能除掉一切痛苦 一切不幸呢 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很可能是一个不可回答的问题 整个心经 二百六十字 要告诉人们的是 要用般若 至关照一切 认识到 世间万物是不可得的 就能信无挂碍 无挂碍 就无恐怖 从而远离颠倒梦想 达到究竟涅槃 涅槃是永恒的幸福宁静 只有征得涅槃 生命才能彻底解脱 物质社会高度发达的今天 我们很多人失去自我 精神迷茫 内心痛苦 抑郁 这个时候 就可以学习一下 像心经这样的佛学经典 佛法中的大智慧 对于我们凡人来说 有很多积极的意义 要珍重读懂 还得靠我们自己 潜心去修行和参悟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最后 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 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所以 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 搜索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慕非常期待 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